我怎么,我怎么觉得 福如这个病怎么和童童那差不多呢 哎呀,真是太难受了,心里面 童童,童童是不是也这个病啊 童童也是肠胃病 是吧,姐姐们 前两天一个童童 对,就是大家问 所以就是说啊,如果没有姐姐们家人们的努力去发生 你去问起,我跟你说,中西和基地都不会说的 好像也是那个胃肠道疾病 他是梗塞啊,然后这个福如 他说的是 来,咱们看一下,当时8月12日的时候 8月12日的时候 说,上午的时候福如就不动 饲养员碰他,然后福如就没有反应 然后这个饲养员就是 把这个福如给抬走了 你看当时 当时这个大的那个博主说 说就是说,成都基地因为治疗不及时 有太多惨痛的教训 所以请他们及时给你福如的情况 是吧,这是12日的时候 然后那福如抬话里面一个博主说的 你就想想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又证明了 那个成都基地照顾的猫猫不好 也不拿猫猫当为事的姐姐们 是不是,对不对 不拿猫猫当为事,很多的一些老猫粉都知道 所以他在说说这话 因为治疗不及时 他对于很多猫猫都治疗不及时 所以有很多的采通的教育 就是说很多的猫猫小猫就离世了 然后真是没想到 前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基地发的闻嘛 是吧,不是基地发的闻 是那个,有一个文章说是 有一些什么那个,就专家呀,来会诊 当时都想啊,可能过两天 可能过两天这猫猫就好了 没有想到今天中午22 22分的时候,12点22分 然后呢,他给通报了 说服辱离世了 16日凌晨离世 就是这四天抢救 没有抢救过来 然后他说的是什么 说是消化道 感染 伴着凝血功能障碍 他们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说那个就是 出血太多了,姐姐们 出血太多了,还肠胃问题 对 出血太多了 您病离世 就是凝血功能障碍 有可能是故意放弃的 因为他们对这个就是福禄一家不好 是不是 对福禄一家不好 那个是中心 咱们现在说是基地 说是基地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对那个 对那个 福禄一家不是很好 知道吗,姐姐们 真让人很痛心 很难受 真接受不了 第二连三的 这猫猫离世 消息 传出来就是一个接一个 太难受了 心里头 对 是病得很厉害了 是的 那就是真的可能是 无法再 是吧 他们叫都叫不回去的情况下 然后呢 没有办法给抬回去 你想一下 想一下吧 这个多严重吧 然后我又想起菲菲的事情了 是的 浮入离世了 菲菲啊 家人们 菲菲别忘了 那菲菲现在没有展出啊 你不能说她就没事啊 对不对 姐姐们 来家人们 没有那个 关注关注一下啊 然后方便话上灯牌 方便的话上灯牌啊 给咱们周边推推热度 菲菲现在没有展出 你不能说菲菲就没事 就健康 那你不得为中心吗 我前两天我就说了 不要忘了菲菲 是不是 菲菲她是天天的姐姐呀 你不能 我们今天守护每乡一家 那当然天天一家 你也得守护啊 你打电话 打不通的话 大家就发发作品吧 好不好 菲菲是吧 一定要别忘了菲菲的事情 对 就让他们说实话 发作品 苏元里边打不通电话 那我们就那个 发发作品的时候 A在下中心 或去留言去 不想取名字 你给我滚出去 我 我这么关心怎么了 不对吗 你是哪来的 哪来的狗啊 上来舔来 你算哪个葱啊 你哪不当自己 自愿者去 你去保护啊 我自己揣测怎么了 那本来要是呗 那猫猫有病不能说吗 你眼瞎吗 中心是你爹呀 天天天天天天 什么玩意啊 那猫猫离世了不是真的吗 什么叫做揣测呀 你眼瞎吗 心忙吗 如果对猫猫好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欠骂 怎么着你和中心一起舔 老手是你爹呗 那欠骂的人 他是爱猫吗 如果是爱猫的话 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看到 这是现在直播间 还有多少狗腿子 什么样的揣测呀 我看到还有多少狗腿子都出来 我就不信了 你能代表那个忠心说 飞飞过得好 然后你就那什么 你就上来来说两句话来 真的吗 不要个脸 现在不到我分钟就乱喷 缺点少骂的玩意儿 我看到还有多少人 今天是喷的 我看到今天 有多少洗的 正好我也好差不多了 我也给好好骂骂他们了 猫猫都走了 还来一个揣测 你去跟你爹去 怎么回事 永远都是猫粉 如果不是我们猫粉 天天的打电话问 天天说 怎么可能啊 他能说实话吗 研究啥了 研究的就怎么啊 怎么繁殖了 就像这样的人 大家就 就是你们可以打字骂他们 真的来连麦 来连骂也可以 我看看这一天有多少洗的 保力情宝昨天的热度是 8.6亿和5.8亿啊 石光战然姐姐 我看天天有多少洗的 我看天天有多少洗的 我看天天还怎么洗 相信有人大家就可以骂啊 是没有了 石榴是没的 石榴是凌晨没的 然后刚刚刚的 他中午官宣的 他没办法不官宣 很多的姨姨们都在问 他怎么能不官宣呢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发生说一不好听的 我们希望美食大熊猫 都能有他们那个 是吧 能过得 过得 好的生活 每天无忧无虑的 对不对 姐姐们 是不是 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愿意吗 我们爱美食国宝 怎么猫猫离世了 我们说都不行呢 你做人不要太双标吧 你做什么了 你有能力的话 你去天天看着去啊 你爱猫猫 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如动物园 把数据不好听的 因为他们就不好照顾我 保留昨晚87了 那咱们今天再说吧 随便晚上都算了啊 随便晚上呢 那个因为我下播之后 那个就 我是每天开播之前 受的热度 对不对 姐姐们 是不是 如果真的像那个动物园 是动物园 是大熊猫少 你看很多动物园 对猫猫都很好啊 有很多出现这种事情吗 那就是人犯的错 都不能说吗 欠骂 我们刚知道童童离世才几天 是吧 然后然后现在又是 浮出这个事情也是急性的 那都不能说吗 那飞飞我们问问不对吗 飞飞怎么样了 那不对吗 飞飞现在什么样 她也不说呀 问问不对吗 怎么着 那个就中心 你给你多少米啊 天天给她洗 我看看那个还有 还有多少人 来巴巴来 还当是愿者 他妈的 拿嘴就说 如果当时的时候 真的是对福 福禄的孩子 福禄的一家好的话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退圈干嘛呀 姐姐别退圈 像这种人 大家就像这样 人家水军 大家就骂 这是他们人犯的错 让猫猫受罪 说一不好听的 比如刚才有的姐姐们说 说那个没有及时的照顾服务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没有及时照顾 没有好好照顾他 所以才这样 你看当时这个博主所说的话 说要及时跟进福禄的情况 治疗要及时一些 对吧 姐姐们 不要那么想去退圈 如果是你们都退了的话 谁还守护猫猫呀 如果大家都不守护猫猫了 以后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对不对 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中心发文 当时离世了多少只猫 包括 剁伯的爸爸 武刚姐姐们 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是吧 多只猫离世了 得识多只吧 得识多只吧 离世 那都是 那都是有的人在问 不问的话 他们永远不会说 对呀 就是这样情况呀 躺了一上午才发现 对 躺了一上午的时候 躺了一上午 后来都下午的时候 才发现 他不对 当时应该很严重了 抬走了 你们想一下 给猫猫抬走了 胖都不动 我们有权知道 现在的现在猫猫什么样 对吧 家人们 包括一些飞展区的猫猫 那有什么 那有什么错吗 对 躺一上午没人管 下午放猪的也没有吃 等到下午的时候 那个没有办法 应该是有一些奶妈 去问去 去找这饲料员去 两点之后吧 都两点以后了 才把这个服务给抬走 你想一下 这耽误了多长时间 所以我们都见证这么久了 很多的家人们都是从去年 那个美香一家伙的时候 对吧 开始关注到现在 你不要轻言放弃啊 而且保利和青宝 还需要大家发声呢 对不对 姐姐们 是不是 如果大家都放弃了 你想 还有谁 会继续守护猫猫啊 不会了啊 不会的 真的 越这样的话 大家越应该坚持啊 如果我们都不说了 如果我们对一些 没有关注度的猫猫 大家都放弃了 你们想象过 他们会什么样吗 大嘴巴 你就不要刺激他了 家人们 不要刺激他了 还是热度和那个 他的热度 就是保病服 护身服 姐姐们 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好 中国好 哎呀 不要放弃啊 真的 你看有多热困难 我们都一起度过了 谁也想 谁也不希望这样 这样事情发生 但是这些事情 跟猫猫没有关系 都是人做的啊 然后这还有一张 服务的图片 来解 大家可以发作作品 可以发作作品 家人们 服务 服务肯定 他肯定会难受 你想一下 这是他的孩子呀 每天都陪伴他 对不对 姐姐妈 每天陪伴 这是服务啊 每天陪伴他 陪伴 两母女 进进进出出 对吧 中午好 他肯定难受啊 他的女儿 以后再也不能陪伴他了 看看这个服务的满虫眼 这么严重 不知道基地怎么治的 怎么管的 真的心里头 真的 服务离世了 这个是当时服务吃 吃内内的视频 对 腿不好的是服务碗啊 这个是当时吃内内的视频啊 这是服务和他的女儿服务 还在吃奶的孩子 姐姐们 还在吃奶的孩子 就离世了 对呀 飞飞大家一定要盯紧了啊 家人们 不是12号 是16号他发的文书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基地发的文 来你们看一眼 16日 飞飞大家要盯紧 飞飞大家一定要盯紧 因为现在打电话人 特别的多啊 包括咱们群里的姐姐们 也在打电话 问服务的情况 所以他在官宣的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才官宣的 比如说像 像那个 中心那边电话打不通 所以他们想怎么着怎么着 是吧 中心电话打不通 他们想干嘛干嘛 对 服务离世了啊 是的 对现在就是因为是互联网时代 他隐瞒不了太多 这是基地的猫 这是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猫啊 这是花花里边的猫 对呀 彤彤也是啊 彤彤这不在两月才知道吗 哎呀 他们还有这个 那个 中心和基地 没有那个 公信力了 谁相信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 这是服务的图片 大家可以 那个发发作品啊 这是服务的图片 这是服务的图片啊 看看他满虫眼多严重啊 服务 哎 真的是很让人心里头难受 真的 真的是不敢相信 这才几天呀 可以刺发给你 还没到那个 二十九日生日啊 生日还没过 这都是服务的图片啊 跟我要的家人们 然后你可以 私信我 或者现在接头也可以啊 我刚才给大家找的 找的啊 哎呀 大号出不来了 看一下 如果有水军 大家就骂他们 怼他们啊 也是大家心情的一种发泄 姐姐们 我发给你了 怀疑音音姐姐 啊 我已经 我已经发给咱们管理了 管理会发到 发到这个群里的家人们啊 要服务图片的 还有那个 他那个最新的消息的 大家都发发作品 服务几岁 服务不到两岁 他是二零 二零 二零二二年出生的 二零二二年出生的 嗯 八月二十九日 是啊 对呀 现在那个太热了 是猫猫都 因为有高温预警吗 猫猫都不出来 那服务为什么 服务为什么还在外面 营业啊 这就是区别对待姐姐们 服务一家 是的啊 服务一家什么样 服务是哪的猫啊 他是北洞的猫啊 交换到那哪 交换到那个城东基地的 就是去年的时候 有一个图片 大家记不记得 服务的图片 服务的视频 在外面淋雨 家人们记不记得 那个就是服务啊 大家不都发过作品吗 是吧 在外面淋雨 对呀 好